大家好,今天想与大家分享的是人生哲学揭秘 老子的三宝法则与江湖哲学引领你走向人生的巅峰之路 老子在《道德经》中传达了深刻的处事智慧 他提到了三宝,这三宝被他视为成功处生活和处事的法宝 第一是吃,第二是解,第三是不敢为天下心 这个三宝不仅是哲学思考和产物 各是关于人生态度和处事原则的精髓 首先,第一宝是老子所强调的词 确实包含了善于辩词和表达的意味 而在这个人际交往中尤为重要 口头词是沟通的桥梁 是解决分歧,传递信息的关键的功能 传递信息的关键工具 在言词表达方面 不能可以通过善于倾听 善于表达自己的观点 建议更加深刻的理解和共鸣 然而,老子的词不仅仅停留在口头上面 还包括心灵的词 既慈爱和仁慈 慈爱是一种内在的力量 它超越了言语 是一种对他人的深刻的关怀和理解 在人际交往中 慈爱不仅能够缓解和矛盾 更能够促成真正的心灵的沟通 这种慈爱的力量 源于对他人的包容和尊重 是一种积极的情感的能量 在江湖中 慈爱也是一种强大的武器 与其追求权力和掌控他人 不如以慈爱的心态 面对江湖的变换 慈爱赋予人内在的勇气 让人在力尽中保持坚韧 同时也使人更容易得到他人的支持 慈爱不是软弱的表现 而是一种智慧和胸怀的体现 因此 在阔写生活的过程中 我们可以学习老子的词 不仅是在言词上善于表达 更是要在心灵上保持 慈爱和仁慈 这样的词 不仅能够使我们在人生关系中游刃有余 还能够让我们更加的 充充应对生活的风风雨雨 其次第二宝是老子所提到的简 确实强调了节俭 这一理念在当今社会 同样具有深刻的启示 节俭并非仅仅关于财务上的节约 更是一种对生活的丝丝熟虑 和对内在的价值的认识 在江湖中学会节俭 对于个体的成长和心灵的宁静 都有着积极的影响 首先节俭有助于物质上的积累 在追求繁华富贵的江湖中 财富的积累往往被视为成功的象征 然而过度的奢侈和浪费 往往会使人陷入无畏的物质的纷争之中 学会节俭理性的管理财富 不仅有助于实现物质上的富足 更能够使生活更加有趣和稳定 其次节俭能够培养一种淡泊迷离的心态 在江湖纷繁复杂的竞争中 人们很容易迷思自我 为了迷离不断的追逐 而忽略了内心的瓶颈 学会节俭 摆脱过度追求物质享受的困扰 使人更加的专注于内在的修炼 培养出淡泊迷离的心境 从而更好地应对外在的风风雨雨 更重要的是 节俭让人能够从简单的生活中找到满足 在快节奏的社会中 人们常常追逐于繁华和复杂 却往往忽略了生活中的点滴的美好 学会节俭 更能够体验到简单生活的美好 从而拥有更加丰富而充实的精神的生活 因此 老子所强调的俭 在江湖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通过节俭我们不仅能够实现物质上的富足 更能够培养淡泊迷秘的心态 从简单的生活中找到内心的满足 在复杂的社会中 这是保持亲民心智的关键的所在 然而第三毛是老子所提到的 不敢为天下先 表达了 并非表达消极的态度 而是一种森师熟虑 谨慎和谦韵的智慧 在江湖中过于张扬和冒险 可能会导致不必要的风险 因此老子的这一教诲 提醒着我们在形式中 审视都市不轻易的暴动 这种态度并非是落荣 而是智慧的表现 在竞争激烈 编幻默测的江湖中 过于急于表现自己 可能会陷入困境 不敢为天下先 意味着行动之前 要充分的了解局势 审视都市 避免盲目的行动 这是对风险的一种理性的看待 是对自己和他人的负责 同时不敢为天下先 也是一种谦逊的表现 谦逊并非是软弱 而是一种对自己实力的认知 在江湖中强者如云 一个过于傲慢的姿态 可能会引来不必要的麻烦 因此谨慎的行事 保持一颗谦逊的心 有助于建立良好的人际的关系 避免不必要的冲突 这一教会还提醒我们 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特别是在面对复杂局势时 不轻举的妄动 意味着在行动之前 要仔细的思考 避免因冲动而犯下错误 在复杂的社会中 保持清醒的头脑 谨慎行事 这是取得成功的重要的因素之一 因此老子的不敢为天下先的教会 在江湖中具有着深刻的意义 这不是落落的表现 而是智慧和谦逊的体现 是在复杂环境中 保持清醒头脑的一种表现 再然后老子所提到的江湖哲学解 确实是一种理性解决问题的方法 在复杂多变的社会中 过于武断和决绝 可能导致更大的问题 因此学会解决问题 处理矛盾 是在江湖中立足的必备的技能 解功能广 强调了解决问题的广泛的适用性 这种解决问题的方法 不仅仅是单一的 而是需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 善于运用理性和智慧 找到更为合适的解决的方案 在江湖中 面对复杂多样的情况 能够善于解决问题 处理矛盾 是一个智者的表现 老子的教导也包含了民理处事的理念 民理处事意味着在处理问题时 要理性的冷静 不被情绪左右 但在公正和客观的立场 去分析和解决问题 这种民理处事的态度 有助于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提高解决问题的效果 广大众言则强调了 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 要善于听取各方的意见 在江湖中 众口硕精 众志难解 众志解难 通过广泛听取不同的声音 收集多方的建议 才能够全面的了解 问题的本质 找到更为全面的解决的方案 这也是一种智慧的表现 总的来说 老子的解雇能果 教会在江湖中 有着深远的意义 善于理解解决问题 民理处事 广大众言 才能够在复杂的社会中 保持着利于不败之地 展现了真正的智慧和引导力 最后 老子提到了江湖哲学 柔弱胜刚强 是老子所强调的 一柔克刚的道理 在险恶的江湖和复杂的社会中 过于强硬和武断 可能会招致更大的危险 相对而言 柔和的态度和凝活的示威 更容易在复杂的局面中生存 这并非是软弱 而是一种智慧的选择 而是在保持原则的同时 适度的灵活的应变 柔弱并非表面缺乏力量 而是一种更为灵活和巧妙的力量 在江湖中 面对各种的变幻莫测的局势 刚强则僵硬的态度 可能使人陷入背中 而柔和的态度 则更容易在复杂的情景中 找到突破口 采取更为明智的行动 这种柔弱中 阅含着坚韧和适应力 是一种智慧的表现 与刚强相比 柔弱更能够化解冲突 在人际关系中 强硬可能会引起对立和敌对 而柔和的态度 能够更好地化解矛盾 坚持起良好的合作关系 这种柔和并非软弱 而是基于理性和智慧的一种抉择 是适度的灵活应变 并不意味着放弃原则 而是在原则的基础上 灵活变通 在江湖生存 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调整策略 不拘离于一成不变的方式 这样的灵活性 不仅有助于解决问题 还能够更好地适应 不断变化的环境 因此老者的柔弱 甚刚强的教会 提醒着我们在复杂的社会中 不依过于刚复之用 应该以柔和的态度 适度的灵活应变 以智慧和宁巧的方式解决问题 生存于纷繁的复杂的江湖之中 综合而言 老者的三宝和江湖之道 提供了深刻的人生的哲理 慈爱和仁慈 节俭和简单 谦逊和谨慎 解决问题的智慧 以及以柔克刚的处事原则 都是在江湖中 立足的生存的关键 这些道理 不仅适用于古代的江湖世界 更贴近于现代的社会 为我们指引了一条明智 淡泊 宽容灵活的人生 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 我们或许可以从老子的智慧中 吸取力量 以更加坚韧和从容的姿态 面对生活的挑战 好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您有任何意见 或者是想法 请留言评论 同时欢迎关注和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